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求智慧 在雅各书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了后续众人 也不斥责任的神 主就必吃给他 在试炼当中 雅各说我们要活出大喜乐 能够活得喜乐 我们需要智慧 在疫情当中 有先求神给他们有人际关系的智慧 能够居家抗议的时候 知道怎么样跟家人相处 相处得和谐 相处得融洽 有先求神赐给他们有属灵的智慧 开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看到在疫情当中 神期待他们学习什么 生命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去成长 而我也求神赐给我们教母同工 有智慧 看出这个疫情 对教会意味着什么 神借着这个疫情 给教会有什么机会 能够把福音更有效地 传给身边的人 等疫情过后 教会又能够做出什么机会 把事工做得更好呢 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 求智慧吧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知道你是蛮有智慧的主 你创造天地 天地万物的一切 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你也愿意 把你的智慧赐给众弟兄姐妹 我们就谢谢主 求主你真的在这段疫情的时间 特别赐给我们弟兄姐妹 有从你而来的智慧 有与人相处的智慧 让我们在居家抗议的期间 懂得跟家人相处 也相处得非常地好 能够非常地和谐 也是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让我们看出 你借着这个疫情 你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目标 能够给我们 知道我们透过这个疫情 信心经过磨练 我们的品格也成长 我们属灵生命 也变得更加的强壮 也帮助我们的教母同工 是给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看得到 神你借着这个疫情 给我们教会 有什么好的机会 让我们借着这些机会 能够更有效地 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 把你的事工能够做得更好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早安 会点人 今天你爱人了吗 我们在读到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 耶稣就教导门徒 无论是从八福 从他论世上的光和言 就在告诉我们 爱有不同的层次 从爱不信主的 世界上所有的人 到爱自己的弟兄姐妹 信主的基督徒 到爱你的配偶 按着神婚约的那一位枕边人 一直到爱你的仇敌 谁是你的仇敌呢 仇敌不是那些 我们看不顺眼 与你意见不合的人 在早期的基督徒 他们遇到的一个仇敌 是那些抵挡基督的人 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也不愿意认识神 也不追求福音 抵挡福音 甚至他们迫害基督徒 这些是当时信徒 所遇到的敌人 而今天我们其实也是会遇到的 那些看不起基督徒 仇视基督徒 或者是取笑基督徒的人 我想起来在我大学里面 那个时候 我带了一个华人的学生团契 而在每次团契聚会 我都要求大家一起谢饭祷告 那有一次呢 我们做完谢饭祷告以后 有一个新来的同学 刚加入我们的团契 就来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要做谢饭祷告 你不怕在你谢饭的时候 饭就 饭菜就给人拿走了吗 那当时的我也比较年轻 我就跟他争辩 但在这个争辩的过程当中 现在我回想 其实是很没有一个恩慈的态度 不包容 也不退步 也不能够聆听 只想要争 争我是对的 谢饭祷告是好的 但是我失去了什么 我失去了 在一个非信徒 还不认识主的人面前 做一个见证的机会 而现在我也慢慢比较懂得 怎么样去包容 还有去接受 那些不同信仰 不同价值观的人 为的不是妥协 为的是要找机会 能够为主耶稣赢得他们的心 因为爱我们的仇敌 到最后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事 是在五章的四十八节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我们之所以爱我们的仇敌 爱那些不认识主耶稣 爱那些欺负基督徒的人 为的还是要反映我们天赋的完全 因为在神的恩典里面 所有的过犯都被遮蔽了 慧典人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爱我们的敌人 感谢观看